大家好我是大蓝头报效新闻 娃哈哈的创办人宗庆过世 导致农夫山泉真是够倒霉的了 农夫山泉就成了风暴的中心 被爱国小粉红示位辱叛徒 娃哈哈的平身印着祖国大好河山等字 是中国人都要支持的爱国产品 但农夫山泉产品充斥日本元素 像钱草四五重塔 甚至连茶几字都被控为晋国神社 让爱国小粉红们气炸质疑不爱国 看来中国人对爱国情操非常敏感 看到日本元素就像看到老鼠屎 可怜的农夫山泉回应说 那是根据中国寺庙建筑形象所做 但爱国小粉红可不理会 他们只看到了辱华后开始大骂 卖中国绿茶为啥要写日本抹茶 中国有12万个日狗汉奸 江苏7-11居然也站在爱国立场 表示不会贩售昧日行为的产品 农夫山泉也蒸发了300亿人民币 看来爱国风潮 一来连市值都逃不过厄运 而这被看作是中国高层统治下的 不满情绪的表现 两会期间中国严控舆论 围对民粹言论大开绿灯 狂热民族主义者将矛头指向各界 向发泄对中国暴政的不满 毕竟对于高层的不满 他们只能找更低端的人来发泄 同时中共及当代义和团 转移对两会不利的言论和怒火 看来中国伟大传统的文革在线啊 看来红卫兵要再度狩猎中国人了 此前浙江省呼吁大家 不被虚假的爱国所裹挟 爱国应该是理性的平和的 这个才是民族自信的体现 但这话对中国爱国小粉红来说 估计是耳边风吧 不过这也让世界看了个大笑话呢 林志群律师表示 日本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唐朝时流传过去的 日本深受唐朝文化的影响 无数人笑着说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真是中国人的特色 就中国人喜欢喊五千年历史 但也不知道自己在喊什么 直接把这些申请做日本文化好了 反正中共文革时都斗掉不要了 在多篇文献中均有描述论证 日本抹茶发源于隋朝 证明了中国茶对世界的影响 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 农夫山泉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倒霉被爱国小粉红当成出气筒 无数中国人改喝娃哈哈支持国货 但马上又出现了辱华的举止了 虽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但这毕竟关系到了国威呢 大家是怎么看待中国乱打爱国牌呢 欢迎讨论哦